大家好,今天用香茅煮鸡粥,用鸡腿肉煮,还起骨,吃口淡淡肉,嫩滑,粥底软绵绵 今次我用冰米煮,洗净一凉杯的米,拿干水分,用容器载住放入冰格,最少都一万和 我这些冰了几天,起码四五天,冰米冰久一点也不怕,煮的时候一吸收水分就会爆开 看看,用手一按就粉碎了 这里有一磅半鸡腿,去皮清洗后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要先起鸡肉,不用鸡腿也可以用鸡的其他部位 我这些鸡腿是今早才卖的,很漂亮 在这里高一点的位置,备了条根 切了一条骨出来之后,剪开你喜欢的大小,剩下的鸡骨要保留 然后剥一些姜蓉,做一个姜汁酒 这里有半汤匙姜蓉,加多一汤匙绍兴酒 搅拌均匀,你可以姜蓉和酒一起加到鸡那里 如果有小朋友吃,就把姜蓉搅拌出来,加进去他们不吃 现在倒一汤匙姜汁酒,加些鸡肉,一些蚝油,胡椒粉 加一些粟粉,搅拌均匀 可以放入冰箱1-2小时 我加了一枝香茅,表面的两层就不要要了,撕掉它 接着拍一拍,让它容易出味 现在只是切了顶部份出来 底下那些不要了 食粥当然要配搭一些芫茜 还要切一些好友好友的姜丝 加一些葱花 刚刚起了出来的鸡骨,我已经飞了水 再要准备2公升的热水 加一些油到锅里,烧热锅后用中火 不断爆一下香茅 然后加一些鸡骨 铺平不要重叠 那些鸡轻轻热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煎至金黄 煎硬了面头那股肉 和嫩滑的鸡粥不够 所以不要煎到有颜色 两边略为煎过之后 加多半汤匙的酵兴酒 兜炒一下 刚才不是准备了2公升的热水吗? 现在加一杯至两杯到鸡那里 不要太多,想鸡用小水煮熟 加鸡骨 看看你切鸡多大件 盖上用中火煮熟 鸡肉 现在的鸡骨、香茅和鸡汁要保留它来煮粥,加剩下的热水 盖开后用大火把水煮沸 一煮起来就可以加上米 把米和水搅拌一下,也是要盖上盖用大火,再把它煮回滚 一滚起来,搅拌一下,不要让米沉底 现在可以开始煮,盖不要被盖上,用中火煮 在中途要搅匀一下,不要让它黏底 煮到米爆开,软绵绵就可以了,我大约煮了30分钟左右 要试一试味,加点盐调味 现在关火 把刚才炒好的鸡,加到粥 拌均匀一下 咦,这样就可以吃了 在这里建议,你可以加些姜和葱 去搓一搓 或者早点加下去煮沸,没那么生 看你喜欢怎样 我家里每个都不同的 有些喜欢吃生,有些喜欢吃熟的 煮这个画鸡粥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煎鸡要略为煎一下就好了 不要煎到金黄 煮好的鸡汁用来煮粥 粥很够味的 不需要加味粉 那些鸡煮到刚刚熟 也不会煮得很粗粥 有没有油炸鬼呀 连起油炸鬼一起吃 那粥就更加好吃了 说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和点赞 在下一集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